大家好,最近天气冻,对上几集都是煮仔菜,有没有想转口味呢? 今天煮糖水,黑糯米莲子白盒糖水,它有补血、安神、滋润的功效。 这里有两砖糖,那还有新瓶子咳的白盒。莲子是可以治疗失眠的,莲子中间的芯有苦结味,可以清除它。 那我还用了两反尘皮,尘皮浸缘去囊。 尘皮它有润肺子咳的功效。 我这种是黑糯米,我会加一些平时煮饭的白米,还有一罐椰浆。 那些黑糯米和白米用水浸一个小时,莲子就浸半小时。 我这些白盒很小,不浸它了,怕它容易煮烂。 这里有三瓶半的水。 冻水,加一些陈皮下去。 先冻水,蓋上盖上盖子用大火煮沸。 冻起后,加一些黑糯米和白米下去。 蓮子都加在一起 但是片糖、百合和椰漿就遲一些再加 攪拌均勻一下,不要給米沉底 蓋上蓋子,把水煮滾 怕它會滾,滾起後揭開少許蓋子 用中火煮,中火要有滾起的狀態,煮20分鐘 在中途要攪拌一下,防止米沉底 攪拌均勻後,就可以加一些白盒 我的白盒小粒,所以遲一些再加 也沒浸過水,不想煮到爛了,想吃的時候煮到白盒 然後蓋上蓋子,但不要蓋太多,仍然保持中火 中火要有滾起的狀態,煮多20分鐘 中途要攪拌一下,防止米沉底 現在差不多煮好了,加些片糖 椰漿就看看你想加多少 我喜歡椰汁味,所以全部加一罐 然後再煮好了,攪拌均勻後,要再滾起 那些片糖溶完就可以了,椰漿就不需要煮太久 一滾起了就可以 天氣凍開暖氣,會不會覺得乾燥喉嚨癢呢? 煮一些糖水滋潤一下,黑糯米有補血的作用 加蓮子、白盒和陳皮,可以潤肺止咳 這一個是滋補的糖水,很適合天氣凍的時候飲用 有時間都煮來試試吧 可以的請幫忙支持廣告 好了,在下一集我們再見 分享ение 我們在一起 絕對 我們在一起 我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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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